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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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识途中的形态 因为这些走势它的形态是什么 互高互低 互陡互平 如波如浪 所以亮学形象的称它为亮波 它只是什么呢 它只是我们大家视觉当中 那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直观的认识一下 它是什么呢 亮波 亮波是什么呢 互高互低 是不是 大家看 是互高互低 互陡 互平 是吧 如波如浪 像波浪一样 潮起潮落 对吧 这是什么 这是亮波 亮波 它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当天的价格线 当天价格线 当天价格线 这是亮波 在什么呢 拍面当中 大家来看亮波 那为什么在7月28号这一天 那我跟大家讲的呢 那四十亮波不健康 我们要执行什么 太弱 流强 T0 为什么在这我就说它的亮波不健康呢 就是结合下面 我们今天要讲的亮波7大元素 来跟大家做交流 一会儿 我们详细跟大家来做交流 并且在哪呢 并且这一天 这一天 也明确跟大家讲 尖加远 快啊 快高抛 反复提示风险 大家也知道呢 这段时间是哗啦哗啦的叠 对吧 这就是根据今天要跟大家来做交流的 那大家知道的亮波 形象的认识亮波 那亮波它只是一个形态 一种形态 那它既然是一种形态呢 它又包括了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那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外形 是看到是表象 它只是我们的视觉形象 它只是一个形形状 我们表象看到的 因为眼睛看到的 互高互低 对吧 如浪 如波 它只是我们表面看到的视觉形象 另一种呢 是什么 是它的态度 什么态度 就是它内在的含义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外在的表象 那内在有什么含义呢 那在亮波的学习过程当中 往往大家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呢 它只重视这个外在形象 常常忽略了什么 忽略了亮波的内在含义 那我们要想学好亮波呢 我们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外在的视觉形象 要弄懂它的内在含义 内在含义 弄懂怎样弄懂 就是我们要看懂制造亮波的主力 因为我们跟大家一直讲的是 股票是谁做的 是人做的 是股票的人在操盘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要看懂什么 看懂这个亮波 看懂股票背后这个人 主力 那它是强壮还是弱壮 它是精壮还是笨壮 那这才是亮学开盘的核心 那强壮呢 最强的亮波是什么 是飘龙 为什么最强的亮波是飘龙呢 那大家也知道 飘龙是什么 市场合理打起来的 对不对 那什么是弱壮 弱壮是走的什么 杂烂无章的 对不对 有气无力的 杂烂无章的 那是弱壮 对不对 没有规律的 那什么是精壮啊 精壮什么 那庄稼 他走到步步啊 步步 灰彩有底 左肢又撑 拉起一波来 然后打压下来 灰彩有底之后再拉上去 对吧 那什么是笨壮呢 笨壮 大家也知道 我们只研究枪壮 笨壮太多了 心态 对吧 所以我们抓重点 找关键 好赚钱 对吧 就像老师在书上根本写的 那量不得形状 形态什么呢 它形态我们看到啊 互高互低 或多或平 如浪 如波 对不对 上下 摆动 对吧 这只是外在 那内在呢 内在 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是什么呢 它是平底不破 是说平底 这是平底不破 那变上去 底底抬高 大家看 基本上是底底抬高 必然往上走 那这又是个底底 平底不破呢 必然上过 对不对 只要什么呢 只要我们通过它的外形 找到了它内在的含义 是我们就能轻轻松松做买吧 是吧 又比如什么呢 大家看 我们的振华 对不对 振华股份 那为什么振华股份 我们这一波 大家抓住这一波呢 我们是不是也是通过它的形状 外在 明白了它的内在含义 什么内在含义 你看 这是个什么呢 这是个平底不破 对不对 啊 再次接的呢 是这一个 左支右撑 对吧 那在这拉伸之后 那又是挥彩 挥彩哪个地方 挥彩的左峰 是又是一个 啊 左支右撑 在这一个小的左支右撑 而在这一点上 一个大的左支右撑 在这又是上升三亿波 三亿波 然后大张提 那找到了这个规律 它内在的含义 找到了规律 是我们就轻轻松松做买卖 是轻轻松松做买卖 啊 亮珠选股亮先选家亮不 抓买卖的时机 对不对 啊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滑仙作业 对不对 滑仙作业 我们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获利嘛 50%对吧 603067 大家看一下 在哪呢 是在这一天 跟大家做交流的 这一天 那我们这一天 是不是 大家看 亮波这一天 早拍又跟大家做交流 那拼底不破 在这有一个左支右撑 在这左支右撑 这个大的啊 过一个作风 左支右撑 三一波 三一波打起来 掌停 是吧 那大家知道什么是亮波 又知道亮波的啊 亮波的两个特征 那我还没有知道 亮波它有三大功能 那三大功能 嗯 老师写的亮波呆掌停哈 在亮学的系统当中 那亮波是与谁呢 是与亮柱亮线 三维互动的一个子系统 那我们亮学的三维互动 体系是哪三种呢 是亮柱 选股 亮线 选价 那亮波 才是抓买卖的时机 对不对 也就是说什么 当你用亮柱选好了股票 用亮线选好了价格 那剩下的呢 零零一角 那就要看谁呢 就要看亮波的股票 对不对 就像刚才跟大家讲 那我们呢 为什么选这个 603 067 为什么在这一天啊 在这一天我们做的什么呢 我们布置了作业 对吧 那这一天我们嘛 看它是灰彩灰彩 黄金线 是黄金线上杨盖银 封地戒入七成金 对不对 这一天 那这一天有个同学没 没注意 那我们呢 是不是这天找盘的时候 又跟大家做交流 怎样做交流 就是因为它什么呢 它亮柱 用什么亮柱 这一天大家看 这天是个倍量掌停 但是啊 它什么呢 比这个高亮 是究竟对比 究竟对比 是吧 这一天大家看 究竟对比 是不是 比这个高亮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缩量的 对不对 那这一天大家呢 灰彩黄金线 黄金线和杨盖银 美满的情况下 那我们第二天是要看到 如何过这个高亮 是不是 因为它在此间呢 它过的是什么 过的是多峰 大家看 是过的多峰 不光过一个峰 是过的多峰 那过峰它就属于一个过峰宝典 对不对 这是一个双向仪化 那我们用的是什么 我们就看到这个柱 亮柱选谷 这个柱什么贝量 贝量说明是主力 实力有雄心的温度计 说明主力有实力 亮柱选谷 亮线选价 那什么样亮线选价 第一个 我们第一时间是过多峰的时候 是黄金线上杨盖银的时候 盖什么 盖银半 二一鬼门关 那不过别门盖 那过了鬼门关 那可以试着盖 对吧 那在此节 咱们第一时间 如果是没做没买的话 是可以过什么 过了这个高亮十顶平线 是选价 过了这就可以买 怎么买 是亮柱抓买卖的时机 是亮柱 平底不破 可以入户 又是顶底互坏 那这是刹车 那这是换党 不坐刹车 坐换党 对不对 那稳健等 等上了人线 来个顶底互坏 打拐 猜闻了什么 猜闻了左锋 那我在这 对不对 这是亮柱选谷 亮线选价 那亮柱抓买卖的时机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亮柱的三大功能 这是主线 这是主线 大家只有学会了亮柱选谷 亮线选价 那亮柱才是临门一角 那那个临门一角 大家来看 包括什么呢 包括一会儿跟大家来做交流 我们选 我们的化学练习 为什么在这选 而第二天又是按照什么来跟大家交流的 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做交流 那我们知道 那亮柱刚才跟大家讲的 我们亮柱有三大功能 是吧 是主线 亮柱选谷 亮线选价 亮柱转买卖的时机 那在那亮柱当中 这小小的亮柱 那亮柱又有三大功能 哪三大功能 这个亮柱其一 亮柱是股市的心电图 因为亮柱它的图形库是医学上的心电图 所以说我们亮学也称它 股市心电图 因为心电图它是一种最简便 最灵敏的临床诊诊诊工具 所以说呢 那亮柱它也是什么 也是我们在整个市场当中看的最简单 最简便最灵敏的临床 整股工具 这是什么大家要找 七 它是心电图 因为什么 心电图它是最敏捷的 最简便的工具 工具 是吧 那第二什么亮柱是主力探测 探测仪 因为亮柱它不只能够预判母支股票当前多空力量的消涨 它还能准确的预判母支股票背后操盘主力的实力和意图 甚至还可以准确的预判这支股票今后的走势 因此我们亮学成亮柱为什么主力探测 探测仪 就像刚才我跟大家做交流的 对吧 为什么我们能在什么呢 那为什么我们在振华部分 我们在第一个把 它一过风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把 大家发现它 而且一过风的时候 那我们有抓住它 那这装强不强 这装强 为什么叫强呢 你看它什么呢 这装又强又稳 那刚开始的时候 第一步它是拼底不破 打好了底 上次拉伸之后遇到什么 遇到人线的压力 它直接下来下来 遇到左肤的支撑 这一步拉起来 拉起来之后 那这个装呢 它是一个稳妆 刚开始很稳 踩稳了大地之后呢 来个试探 来一个小的 一个灰臭 顶底湖外 踩着石子大铁 上来 上来之后 它要什么呢 拉伸之前 它要回踩 回踩看自己呢 它不能是空中楼阁 那空中楼阁呢 它必然要倒塌 对不对 它必然 它必然回来 要踩稳的坐 只有踩 踩着跳板 才能跳起来 怎么跳的 那这一波灰彩 什么是上三一 是强 那这一波灰彩 又是这一波的二一位 二一 阳关道 灰彩不破 才能抱着股票销 对不对 那这又是什么 这又是个上三一 这一波 对不对 那三一波加二波加三一波 是强 只有强 是不是它才 它才拉伸起来 那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看到了这个桩 它墙的一面 这是什么 这是个墙桩 通过什么呢 是我们就通过啊 通过它这个主力探测 探测仪 我们知道这个桩墙 所以说什么 我们跟上这个桩 得到什么 这一波 这一波的拉伸 对吧 那同时亮波又是股票 解剖道 那由于我们平时看盘的眼光 它是局限性的 那有些好票呢 它在盘中 那我们有的时候难以发现 那只有通过什么 收盘 来通过复盘来发现 复盘就知道这只股票的 前天 昨天和今天 它走势 如何来预判明天的走势 那有些涨停的票呢 明天还能不能涨 那我们用亮波 这把股票解剖道 一解剖 那它解门就来了 对不对 像刚才跟大家交流的什么呢 跟大家交流的这个振华 对吧 振华在这一天的时候 那我跟大家是怎样交流的 我跟大家讲 我说大家看 它灰彩呢 你看 这一波灰彩人先不破 大拐起来的 对吧 灰彩什么 这是三一波 是三一波 那它又来个吗 又来个顶底互换 是这个桩比较稳 并且在这 它是个圆角 市场合理搭起来的 又来个顶底互换 大家看 是又来个顶底互换 但是啊 在什么呢 在下午的时候 不断的什么 不断的打开掌停 那我就跟大家讲 常态明天它会有灰彩 是不是 常态会有灰彩 那该彩不灰彩 直接过分 那会强 是最强 但是我们看到下午 它是不断的打开掌停吧 对不对 那它如果 如果灰彩上三一波破的情况下 是跟大家讲的 那灰彩上三一波破的情况下 也是被强 只要是过分 大家要第一时间要跟上状 对不对 我们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在这一天的时候 有些没看到 学院没看到的 那我们就通过 前面的它的量架建构 和它的前生 对不对 通过它前生 前生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吗 它是过多分 是不是 过多分就是个过分保顶 是强有力的一个支撑 所以说这一天 我们就跟大家重点来交流 是不是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股票的解剖道 我们解剖 解剖我们有预判 预判 最强的预判是什么 最强预判是跳空过 或是零 那再一个 次强呢 次强是灰彩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一天 因为这一天 它是什么 它开板的下午 开板 所以说跟大家讲 它常态常态会有灰彩 那灰彩不破上三一波 也是为强 这是通过什么 这是通过股票的解剖刀 我们什么呢 我们来预判它明天的走势 对不对 这是亮波的三大功能 亮波 什么是亮波 那亮波的 两个层次 对吧 两个层次 一个它是什么 一个是表象 一个是内在含义 第三个呢 就是亮波的三大功能 那亮波三大功能 大家要知道 这是一个三维互动的体系 亮珠选股 亮线选价 亮波抓买卖的时机 那亮波抓买卖的时机 它又分为三大功能 那哪三大功能呢 那亮波是股市性电图 那亮波是主力探测仪 那亮波是股票的解剖道 那亮波的两大系统 所谓的亮波两大系统呢 它就是亮波的组织系统 那亮波的组织系统 有两个 第一个是亮波的生成系统 那亮波的生成系统 那亮波本身它是生 它是有的 存在的 它是生存的 有的 那么又要看它 如何来发展来演变 那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 另一个是亮波的研判系统 它是什么 它是有亮波 它是剖析研判应用的系统 这两个系统 它不是孤立的 它是什么 而是互相渗透 互相帮扶的 它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继承互惠互利 又互底互质的效果 所以说大家要用好亮波 必须首先要了解什么呢 了解并掌握亮波的两大系统 就这两大系统 并且要学会用什么 用交叉辩证 融通的眼光来看亮波 那否则的话 大家会陷入 心而上学的死活动 那亮波两大系统的组织成员是什么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做交流的 其一 亮波生成的系统的七大机缘 就是亮波的生成系统 就是亮波生成发展演变的系统 它是由七大机缘组成的 所以称为七大机缘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交流的 亮波的 机缘 七大机缘 那七大机缘呢 亮波的七大机缘是 形 像 符 事 能 断 这是亮波的七大机缘 那我们一样一样的跟大家来交流 第一个 我们来跟大家交流 市场万物都有其自身的生成系统 亮波它也不例外 那亮波的生成系统有许多元素组成 很难 穷击 但是呢 如果我们按照科学分类的规则 因为老师研究量学研究是量学科学 对吧 所以是按照量学的分类 那我们以什么呢 以最明显和最重要 这两个标准来衡量 那大家也知道老师写的这个四本宝典 都是按照这个规律来的 是什么 抓重点找关键 最明显和最重要 只有大家抓住了重点抓住了标准 我们大家才进出有据 对吧 才能变分法 分在为什么 为减大 是吧 那亮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基本元素 它只有七个 量学称之为七大元素 是什么 波形 波像 波式 波幅 波段 波距波能 那什么是波形 那波形就是亮波的形状 那我们刚才看到了形状 对不对 跟大家讲的 它什么 互高互低 或赌或贫 如浪如波 是不是 看的是外形形状 啊 形状包括什么 形态和形象 包括什么 包括它外在的和内在的 对吧 那波像呢 波像就是亮波的方向 那向上它就为向声波 那向下呢 它为下行波 波式呢 波式就是亮波的趋势 那亮波趋势有强均弱之分 一会儿跟大家来交流哈 这个波幅呢 是亮波的幅度 那幅度有大有小 有重之分 那波段呢 就是两个亮波之间的距离 是吧 波段 那波段有长有短有微 是吧 那波距呢 是亮波的距离 这是波段 亮波的波段一个段一段来分 那这是什么 亮波的距离 这这个距离指的什么呢 指的天地人线或黄白线之间的距离 这指的什么 指的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大牌 啊 经常能用到波距 是吧 特别是黄白线 亮能呢 亮能指的什么 亮波的动能 特质亮波于地主和亮主之间的关联 大家要知道哈 这定义 那下面我们一一来跟大家做教育 那波向呢 就是亮波上下的方向 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方向 上还是下 对不对 那波幅呢 就是波动 波动的高低幅度 就看这个幅度 有多少 这个幅度有多少 对不对 那亮波式呢 波式是同一波向的连续运动 为波式 那这波式连续运动 从从这开始 那到这连续往上 对不对 就叫波式 趋势是向上的 连续的 那波距呢 波距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是天地人 天线和地线 黄线和白线 那一会跟大家做交流 这波距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它们之间的距离 那什么叫波段呢 就是两个地点之间连线 连线之后 它们之间的这个波段 那叫什么 叫波段 底和底连线 这个 这个 这波开始 第一到这波 然后再回来 这一个波段 我们称为波段 什么叫波能呢 波能是促成量波起伏的能量 它包括什么 包括力珠 包括量珠 好吧 那什么叫波形 是所有的这些系统 统称为波形 统称为波形 那下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做交流 跟大家做交流 第二是量波研判系统的八大要素 八大要素呢 我们下节课跟大家来做交流 大家明白一下就行了 白线它指的是什么 刚才跟你讲了 跟大家讲的是白线是什么呢 是黄白两线 对不对 大家要知道 黄白两线是哪 黄白两线呢 白线指的是什么呢 白线指的是全中谷的指数线 那黄线呢 指的是普通谷 就是中小 是中小长 对 普通谷的指数线 那力珠呢 指的是什么呢 是多空双方能量珠 力珠 那量珠呢 指的是多空双方的量能珠 一个是力 一个量 一会跟大家来做交流 一会跟大家做交流 什么是力珠 什么是量珠 那咱们中国这 力量力量 那有力必有量 对吧 一会跟大家来做交流 大家看啊 这是白线 对吧 那这是黄线 那这样就是力珠 那这是量珠 我们下节课跟大家来做交流 这是什么 这是四大要素 对吧 那白线指的什么 权重谷 白线是权重谷 在我们看盘面的时候 看行情的时候 用到的 对吧 白线指的权重谷 那这黄线呢 黄线指的什么 普通谷 这种小谷 对吧 那力珠指的是这 亮珠指的是这 大家明白就行 好不好 明白就行 八大要素还包括什么呢 这是天线 天线 对吧 天线指的什么呢 指的指数和价格当日的走势 走势线 那这是地线 是吧 那是天线 这是地线 地线是什么呢 地线 那地线也就是指数和价格 昨日的收盘价 大地大地 大家这样想啊 地线就想脚踩大地 大地是不动的 是昨天 昨天收盘价是不动的 这一天 所以它叫地线 对不对 那天线呢 天线呢 天线什么 天线指数 这当天 当天嘛 当天叫指数 它怎样走的 那价格 价格仙 当天价 天 这是天线 那什么叫人线呢 人线指的什么 人线指的平均 是指数和价格 当日的平均价格 人线 人线指什么 平均价格 这天线什么 天线它可以啊 和这个波形 如浪如波 或高或低 或斗或平 对不对 天线 天线可以飘忽不丁 大家怎样记 是好记 这样记啊 下山的地线 脚踩大地 是昨天收盘价 不动的 对吧 那人线呢 人线它指的 大家的力量 是什么 是这一天平均的价位 是均价 平均的价位 均价 是叫人线 那天线是飘忽不定的 是当天价格飘飘荡荡 这叫天线 是这样好记 还有个吗 还有个井线 井线它是什么 是我用大家自己预设的 报井线 就比如说 那我要突破这个 重要压力位 那没突破之前呢 那我不敢 是突破了给它多一分钱 突破了之后你就设 比如说是8.1吧 你就设点8.11 8.11 多了一分钱 那你触碰到8.11 那这个怎么 报井 我们预警线 你报井了 就跳出来了 你就说 我们突破 重要压力位了 那突破之后 它再回踩不破 形成双强异化 它就要打起来 是吧 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 量型 认识量波 大家首先来认识量型 那所谓的量型呢 就是量波的形状 也可以称为形态或形象 那量型呢 它有很多种 是在这个市场当中 有很多种 它不可能依穷尽 但是用老师 用科学分类的标准呢 它分为什么 最明显和最重要 大家一定 要明白 最明显和最重要 和我们抓重点找关键 才能稳赚钱 同样如此 老师说 处处体现什么 处处体现在 最重要最明显 只要大家抓住了重要的 就是主力重要的血备 对不对 我们学的量柱和量性 全都是 只要抓住主力重要的血备 什么大家就变什么 是简单 简单的好赚钱 没有那么复杂 很简单 所以说在什么 量波当中大家也要找 要找最明显和最重要 那量型呢 它最重要的最明显 就只有什么呢 只有肩脚和圆脚 就两种 简不简单 简单吧 是吧 要想分清这两种波形 那首先我们必须要讲什么呢 大家有个标准啊 要讲看盘软件当中的分时 这个横线格子的数量 设置为多 设置为11格 就是什么呢 就是 零轴 零轴上面 11格 零轴下面 11格 对不对 上下都11格 我们找出来之后 设好了之后 大家要有个什么呢 有个量化标准 对吧 大家看一下啊 怎么设的 大家看怎么设的啊 在呢 设置3里面 大家看 设置3里面的 大家按照啊 按照这个 大家把它塑入在天上 把它塑入天上 那它就会什么呢 就是在昨天收盘价 在地线上面 11格 在那下面11格 对吧 只要有个标准啊 有个什么呢 有个量化的标准 是不是要量化标准 是三分钟啊 三分钟内 不超过三分钟 对吧 三分钟内 波幅超过1.5G 就这什么 这是格 一格 两格的格 前面一个大写 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格 一个格 就为一个G 是吧 半个格就为 0.5个G 它是什么 0.5个G 就是一个半格 大家看 一到三分钟 对吧 就从这儿到这儿 是吧 一到三分钟之内 只要它超过了什么呢 只要它超过了1.5 超过1.5个G 那它就会成为什么 那它成为尖叫 是尖叫 对不对 只要超过什么 只要是它三分钟之内 超过了1.5个 那它就会尖叫 是不是 你看 三分钟之内呢 它不超过1.5的 它就会圆角 超过的 就会尖叫 那波形向上的呢 那波形向上 它称为什么呢 称为A型波 那波形向上 马上走 马上走 然后下来的 它为A型波 对吧 大家看 这个地方 往上走 然后再下来 这是A 像什么 像我们写的英文字母 是A 是像我们写的英文字母A 这样的波是什么呢 这样波形向上的 称为A型波 对吧 那波形向下的呢 大家看 是波形往下走的 像什么呢 像这个往下走的 然后再上来的 称为什么呢 还称为V型波 称为V型波 那 在下面说 大家要知道啊 那 它呢 是A型波的 就像什么呢 啊 就像我们大家说 啊 再见 是吧 两手一合十啊 两手一合十告 拜拜 再见 是吧 那什么 什么要高抛了 再见要走了吗 是要高抛了 而呢 而是它在下面的时候 在下面的时候 往下打的时候 啊 它打的时候 然后啊 它是一个V型波 V型波说明什么呢 啊 V型波在这个地方 就表示的是什么 表示胜利 两个手指一 一伸 耶 是我们胜利了 胜利说明什么 说明这要 低息了 是不是 特别什么呢 特别我们在下面 我再跟大家交流 结合恐龙波和 剑刀煞 对吧 大家也知道 世界最喜欢玩什么 最喜欢玩剑刀煞 对吧 那关于 剑波与量波 它也有它的量化标准 有它的规定 啊 那尖角波的量化标准是什么呢 尖角波的量化标准 第一个 尖角波的时间 刚才跟大家讲的什么 三分钟之内 对不对 那把分时横线 调整为零轴上下呢 是隔位 11个隔 在地线 是不是在地线 昨天收盘价 在地线 上面11个隔 下边11个隔 对吧 上下隔11个隔 那么在什么 在3到5分钟内 尖角大家看啊 它的量化标准是什么 3到5分钟内 刚才是3分钟对吧 在地线上老师给明确表示出尖角 尖角波 它在什么 3到5分钟之内 出现波幅 就是量波的幅度 超过什么呢 超过1.5个J的 它幅度超过1.5个J的 量化标准 时间标准3到5分钟 那量化标准是1.5个J 超过1.5 1.5个隔了 一个隔 加上半个隔 对吧 一个隔加上半个隔 那超过这个1.5J的 那它量波形就是什么 就是尖角波 那又分了 尖角波又分吗 又分两种 分哪两种 分上行的和下行的两种 刚才跟大家交流的 对吧 那上行的它是什么 朝上的 这个波朝上 它是A波 对吧 有双手和时机 一样什么白白 所以说它是什么 我们要高炮 对吧 那量波向下的 简称V波 那两手张开 像什么 胜利 你胜利是不是 我们要低吸 往上的 再往下走 是我们大家要 拜拜 那从下面 打下来 再上去的 是我们要低吸 说明胜利了 那第三呢 尖角波的研判标准 它一般规律是什么呢 一般规律 若出现在吗 右风低于左风 就比如说它是什么 右风啊 大家看 是个风 右风 低于左风 这是一个风 对吧 那低于这个左风 就是高点不高 低点下调 那它就是什么 就是出货的信号 那我们不能卖 卖在第一个高点 是我们要卖在第二个高点 高点不高 必然回调 那我们这是要出货 对吧 那另一个规律呢 若出现右股高于左股的下行A角波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它是什么呢 就是下来 然后是 它是低低抬高 是吧 右股高于左股 这是一个什么 下行的尖角波 下行尖角波 但是我们不坐刹车 坐换挡 低低抬高 那是不是就是进货的信号 这是一个什么 相反的 对吧 在上面的时候 是高点不高 必然回调 那必须要出货 我们不卖在第一 卖在第二 四高点 那在底部也是 我们不坐刹车 我们坐换挡 我们不坐第一个刹车 还不确明确认刹车 但第二个确认刹车了 那我们就什么 卖在换挡的位置 同样如此 对不对 因为呢 因为大家要知道 尖角波 是当下市场多空双方 严重分歧的标志 尖角是分歧标志 所以说呢 A波可以确认出货 A波可以确认出货 A波 上A波 下走的对吧 那V波呢 那可以确认什么 可以确认进货 第四个尖角波的进出标准 大家看 第一个是什么 实现标准 量化标准 对吧 第二个是它的波向标准 那第三是研判标准 第四个呢 是它的进出标准 尖角波 进出标准 那一般规律呢 若出现右股高于左股下行的尖角波时 那大家看哈 要辩证 大家看哈 辩证再看 怎样辩证来看 若出现呢 右股高于左股的下行尖角波时 右股 刚才跟大家讲是右股高于左股 这个对不对 特别什么呢 特别是它在向上突破某个重要平衡位的地方 是不是 比如说它突破这个凹峰 这个重要平衡位的地方 是不是 那它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进货的位置 那在这儿 它就是进货的位置 是不是 特别形成过峰保顶 所以它就是进货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我们参考什么呢 要参考二号战法来 那第一波是上空 这一事是它 对不对 我们不做 我们要做马路撒车 第一个 第一波上空 是我们只能 大家呢 清仓 我们来观望 对不对 或者是清仓 或者是观望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波呢 第二波是不是就是换党啊 第二波上空 在第二波上空换党 那换党是成功了 是大家可以重仓 来参与 特别什么 或者重要 压力位的地方 来个过峰保顶 什么要重要 来参展 对不对 那剑波与圆波的基本规律是什么呢 那上圆则下 那如果是呢 它是在什么呢 这亮线 那它是在什么呢 上圆 上边圆 圆 圆是这样的 圆下来的 上圆呢 上圆是它要下来 是什么 这轨迹 泡物线是要下来 是泡物线 那下圆呢 大家看 如果是下圆是泡物线 它是向上的 那是它要上去 下圆则上 对吧 那要看呢 上面肩 大家看 突然一肩 它是什么 白白 对不对 是要下 也是按照着泡物线来 对吧 那下肩呢 下面打下来之后 那下肩就要上了 也是泡物线朝上的 是好机吧 对不对 好机啊 我们大家要知道啊 量波 肩波 于什么 于圆波的标准和规律 是好机 啊 第一个实践 实践嘛 三分钟 那只要是大于呢 只要三分钟 大于1.5这个 那它就是什么 就是肩 否则的话那是圆 一共什么 两种 一个一个肩一个圆 第一个实践标准 第二个呢 肩波的啊 肩小波的波向标准 身上波向标准 刚才跟大家讲的 泡物线 对吧 你上得下 泡物线朝下 你就下来啊 啊 那你从你先下 然后上泡物线上呢 你就上 就是生意 对吧 再一个就是说 它要什么呢 那高点不高 那我们大家必然下跳 我们要第一时间出货 但是呢 它如果第一滴太高 我们不做刹车 做换党 是不是 这是它研判 这是进出的标准 很好机 对吧 那大家要说了 啊 我们要三千减两分 我们要知道市场含义 我们知道表象 然后知道内日含义 那 渐波 原波的市场含义是什么呢 根据辩证法的二分法啊 原理 按照尖角波的量化标准 除了尖角波之外呢 那其他的量行 都要归于圆角波 是很好机制上分法 一个尖一个圆 能达到标准市场的尖角波 只能是市场主力的行为 主力 主力它只要 只要什么 只要多一笔资金或少一笔资金 它就能做出个尖角拉 对不对 因为什么 主力它是大资金 只要大资金 资金一进来 它就能拉起来这一步 所以说它是什么 它是主力所为 也就是尖角啊 是市场主力的行为 主力的行为 对不对 像什么 像昨天 一会跟大家讲哈 昨天跟大家交流的 001266 对吧 那它就是尖角 你看是主力所为 001266 大家看 昨天 是不是 大家看 看 是打个什么 打个尖角 超过什么呢 是超过 1.5个G了 是 再到5分钟 超过1.5个G了 是打个尖角 对吧 是主力所为 那圆角呢 那圆角只能是 全市场的合力 形成的结果 那这就揭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什么秘密 圆角不 只能是市场合力的行为 而尖角呢 只是主力自己的行为 对吧 弄懂了尖角和圆角呢 这个奥秘 那掌握了这个机密 那我们的看盘和操作 就可能进入理性而科学的境界 那圆角市场合力 像什么呢 最最能代表的是飘龙 飘龙 像什么 像嫦娥手中的那个飘带一样 飘飘洒洒 飘飘洒洒 后进呢 后进特别强势 对不对 对吧 往往呢 像这样的主力 它是后进呢 后进强 对吧 剑波与圆波的极势 就是什么 就是恐龙和飘龙 如直线拉伸的尖角波 直线拉伸 刚才跟大家看到了 001266 是直线拉伸尖角波 那许多人呢 喜欢跟进 对吧 但实际上学告诉我们 这是恐龙波 那有货就要出货 那无货呢 切勿跟进 大家看 是不是 昨天这个 到哪了 是啊 一拉起来 是恐龙波 拉起来 有货赶快 赶快跑 没货不要跟 大家说恐龙抬头 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大家看 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这儿 拉起来这一波 是啊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是不是 所以说什么呢 大家学会了这个 两波 大家要知道 恐龙波大家不要跟进 反而这是最容易 最容易我们上当 对吧 再说呢 缓慢抬身的圆脚波 许多人觉得什么 了不起 你看不起眼 你看 懒懒散散的 对不对 但我们量学告诉什么 这是飘龙波 那有货呢 你要持股呆长 那无货 要大胆跟进 关于恐龙波和飘龙 以后再跟大家做交流 那大家看一下 有飘龙 这一天不是飘龙 这一天它也不是飘龙 这一天 这有什么 小圆角 你看是不是 一二小圆角 这个也不是 对吧 恐龙是飘龙波 飘龙我记得 咱们有一个 大家看 这就是飘龙 你看 是不是 是没有超过1.5的 没有超过1.5的 大家看 全都是圆圆圆圆圆 这是飘龙 大家看到没有 飘龙 所以说这几天 出现飘龙它碰碰是三个板 三个板 三个板就是60% 对不对 这是飘龙 大家看 是飘飘洒洒 飘飘洒洒 天线人线不利 不利不弃 不利不弃 双龙齐飞 飘飘洒洒 所以后劲的十足 后劲十足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飘龙 飘龙什么 飘龙别看它零散 飘龙 然后感觉到什么呢 你看 懒塌塌的懒塌塌 有气无力的 但是我们 今天学到亮波 大家要知道 最强的是 最强的是飘龙 最强的飘龙 飘龙大家一定要什么 有货要吃苦待长 没有货 大家也要大胆的跟进 没有也要跟进 更什么 更强者 但是恐龙呢 直线一下直线拉伸了 大家想到恐龙抬头 赶快溜走 是不是 这是尖角波 尖角波 跟大家做交流的 好吧 这我们第一个 是大家看懂了量型 第二个是波像 那波像的特点和规律是什么呢 那所谓波像呢 就是指量波起伏运动的上下的方向 那量波无事不可他在运动 那他的运动为什么 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种 那连续运行并行幅度大的 叫主方向 连续这一波上涨 再一波上涨 主方向是大方向是往上的 对吧 连续运行幅度小的 它什么 这叫次方向 那在大方向里面 在大波浪里面 它是小波浪小波浪 对不对 这是次方向 那要想准确确定波像 我们必须要什么 抓大方小 以什么 以主方向来确定 来确定这个波像 就比如什么呢 就一波拉伸 对不对 然后打下来 又在这晃啊晃啊晃啊 是吧 然后他决定方向 是吧 有他最后一个什么 就是我们在亮学当中 跟大家讲的亮珠当中 跟大家说的 他有最后一个架柱 来决定他的方向 这波也是一样 那他是由他最后这个波像 来决定他的方向 他在震荡震荡之后 碰 他又拉起一波拉 咱们以后跟大家讲 这力柱和亮柱的关系 那他如果是亮柱呢 拉起来又亮进来 那他必然决定他方向 他就往上了 那大方向是什么 大方向他是向上的 大方向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抓大方向 那这些小波 我们可以呢 这是次波 我们可以抓大 可以不看 你可以看 这波向是朝上的 对不对 那三个明显 他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有哪三个明显的特征呢 那亮柱向上 往上走的时候呢 他是有一波推着一波 一波推着一波 他叫什么推升波 那推升波的特点是什么呢 那是低点不低 那低点不低 那高点抬高 是高点抬高 低点 低点连起来 他是什么 他是往上的 那高点 高点呢 他也是往上的 对吧 那亮柱朝下呢 那亮柱朝下 到三维 啊 朝下 那他是什么呢 他就是压一波 这是推 推着你往上走 那他是什么 压一 一点点压一点点压来 压下来的 那压一波 他特点是什么 是高点不高 是高点不高 那低点下调 低点 低点更低 是不是 他是他的方向是朝下的 而向上的波 他是推的 一波推着一波 一推着 推着 推着 推升 对吧 他说压着压着 压一压一 他就压下来了 就向下 是好激 那如果这波像 他是横着 像刚才师姐跟大家讲 他是横着 这叫横 横 他什么 扑腹前进 是像一个人 在扑腹前进 这叫什么扑腹波 好不好激 那扑腹波的特点是什么 是高点等高 高点不高 是等 等呢 是不是平的 那低点呢 他也是平的 是低点等低 高点等高 就在这个区间 是在一个相提区间里面运行 对吧 大家看哈 老师说话写的很好 你看 他这个图上有三个规律 那波 波向朝下 波上朝上的时候 他是一波推着一波 是推着一波 他是大方向 大方向朝上的 可以抓大方向 是抓大方向 是抓大方向 对不对 那他呢 波朝下 大家看 这波朝下 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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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下 他什么 就压抑着压抑你 现在压着 他往下走 那他就往下走 压着 对吧 那在这个地方大家看 那高点也不高 在这个区间 在这个相提区间 是他就是横向 扑腹前进的横向 对不对 很好记 很好记 那波向呢 他分为什么呢 波向他分为三种 分为什么 往上走是推着你 叫推声波 那到了阶段头部的高点的时候呢 他什么 要灰彩 他什么 一波比一波地 叫压抑着压抑 对吧 那他要什么 他要在这样震荡的时候 他有什么 就扑腹前进 对吧 就横向扑腹前进 叫什么 叫扑腹波 是好记忆的 那第三解课呢 是波式 波式的特点和规律是什么呢 那所谓波式 就是同一波向的连续运动 连续运动 它的轨迹所形成的趋势 那简单来说呢 那波式就是 量波在同一方向 连续运动的趋势 它趋势是什么 有主趋势和次趋势 那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大家应该抓大放小 这大家看到老师说 抓重点找关键 抓主要的 抓大放小 那以主趋势来确定当前的趋势 那大家来看一下 它是什么呢 它是 那同一波式的延续 它以谁呢 以这个谷底 就比如说 从这一波开始 对不对 这波开始呢 这是个推升波 推好来 对吧 推上这之后呢 高点之后 开始加一波 一波比一波低 对吧 它是什么 同一波 那这一波 连续到这一波 又连续到这一波 又连续到这一波 是不是 这是什么 这是波式 波的趋势是想上的 还是想下下的 它是连续运动 连续想上 连续想下 对吧 就波式 那这个波式呢 大家还有一个规律 有什么规律 是破股必退 和我们什么 日向当中一样 那两波来自 来自于日向 对吧 那它也是呢 破股必退 跌幅加倍 只要是你破了这个谷底 前期谷底 那我们就可以测 测合呢 那上面有多少 那下面就有多少 对吧 你看这是几个格 那一二三四 那这半个格 这半个是4.5个G 对吧 那从这开始大家看 那这是一二三四 这也是4.5个G 是吧 上有多少 下有多少 那我们大家学会了呢 那学会了这个量波 那以后呢 它要下来的时候 只要是它别破股 一破这谷底 那我们就知道 它要到哪个地方了 到哪个尽头 是吧 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下跌波式的延续 从哪 从这个C 大家看 从C跌到D 是从C跌到D 那我们就知道 一破这谷底我知道 它马上 上面有多少 下面有多少 对不对 那它反弹呢 那反弹大家看 从C跌开始反弹到 这一个波段 这个波段 反弹到什么 反弹到这个波段的二一位 是不是啊 反弹到这一个波段的二一位 那二一位是什么 二一位为弱 是不是 那只有什么 站稳了二一位 它才能吗 站稳了二一位才为强 那既然它在二一位 二一位 日向当中 大家也知道是什么 是平 所以说从这开始 从这一段开始 那它就走什么 走扑斧波 横盘整理 横盘整理 是横盘整理 在这个地方 包括什么 大家来看一下 那这个也是 从这个 这个波段开始 啊 开始 下 是不是 加一波 然后这波 推升波 推升波 那我们要找到 找到这个啊 波式啊 要找到 从这个波的七点 从这个七点 那到这个 终点 对吧 那从这个七点 我们要找到这个波的 这个终点 看到 它的镜头都转世 对吧 推升波 推到啊 一定的波段 之后 它必然呢 就像我们在日向当中哈 阳盛 阳盛必升音 而要结合 这个地方肯定是最好 有重要压力 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装饰水晶洋化高 在这个地方过不去 必然什么 要下来 下来什么 它就压一波 一波比一波低 一波比一波低 是不是 要找到 我们要找到七点 延续到 延续到它的终点 延续到它的终点 就像刚才大家看到什么呢 那只要是它们 只要是它别破骨 一破骨 我们找到 它的七点 它的终点 为哪个地方 是不是 那我们要结合起来看啊 那A段的这一段 急速下跌 那下方形成了 形成了肩脚波 是形成肩脚 那下方的肩脚是什么 它的用心轨迹是什么 是胜利往上走 是胜利 一胜利是在往上走了 对不对 那我们到了B这个地方 是不是 到B上是有形成吗 形成一个拐点 那看 那是高点不高 在这是高点不高 那B然下跳 就压一波 还一波下来 是不是 压到哪个地方 一直压到 到了哪个地方 到这个的尽头 怎么能到这个尽头 是要确认 这一波 确认不做刹车做换的 它确认了这一波 它到了尽头 那我们知道 滴滴太高才能确认 那它在这个地方 是到了这个 终点这个地方 乖点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等确认 就是说 滴滴太高 滴滴太高 这一个肩脚不下来 我们不坐刹车 坐翻子 那滴滴太高 我们才能确认这是一个 乖点的一个地方 对吧 那第四解课是波幅 那波幅它有什么特点和规律 那所谓波幅 有缓 有缓 它有书 有密 看似它没有规律 其实它是有规律的 那我还没有根据什么 还是要根据抓大方小 抓重点 找关键的原则 对不对 抓住当下主要矛盾 放弃那些细致末节 对吧 那这样才能准确把握 这个波幅 那波幅又分 分为什么呢 它分为三一二一法则 大家一定要知道哈 那三一二一法则 那三一二一法则呢 它有什么 有一个集合定性 什么叫集合定性 大家看哈 这个亮波 那这波拉上来之后 灰彩的这个波段 大家看 这波拉起来之后呢 它灰彩的这个波段的上三一 是位强 位强 就是刚才跟大家交流 这个亮波 我们打开亮波 能看到的庄稼 到底是强壮还是不是强壮 只要灰彩是上三一 它就位强 对吧 那二一波呢 多控双方的临界点 对不对 只要在二一波直上也行 那在这一波呢 拉上来之后 它灰彩是又是上三一 那强 中强 是最后一波 是就是强 就拉起来了 它和黄金柱啊 它的研判是相仿的 因为亮波来自于日强 对吧 那三一加三一 它是最位最强的 三一三一三一为最强 那三一二一加三一是烧强 中间可以夹杂一个不强的 对不对 在一个中立的 这是多方 是多方生 回踩 多方呢 多方 是不是 推上去了 然后空方下来 踩 踩下三一波 结果连二波没踩到 踩到三一是被强 是不是 所以说三一三一加三一为最强 那三一加二一加三一 它是稍强稍微强 那三一二一加二一呢 是就弱了 稍微就弱了 是强弱弱就弱了 那如果连续的三一强 那连续呢二一呢 连续二一就弱 赫门呢 赫门沿盘的亮珠啊 一个样啊 一个样 那亮波它有什么 波幅它有主波和次波之分啊 凡是一波主波拉上去之后呢 从波峰回落到波幅上部分啊 这波幅上部分三一位左右打住的 那称为三一波 对吧 那它打上去之后呢 回落到这个波二一位 它称为二一波啊 那三一二一波 它有区分强弱走势的重要标准 又有标准 对不对 像跟大家讲的最强的什么 最强的是回踩啊 上三一打住啊 那军事它什么二一 二一平衡位嘛 对吧 二一是个平衡位 它比军事 那如果它打到下三一的话 那回踩下三一 什么空方圣 是它就弱势了 是它就弱了 说大家什么呢 大家要记住 它的集合定性 集合定性最强的三一三一加三一 对不对 这是什么呢 这是啊 波浮 波浮同时呢 大家要知道 除了三一二一法则 它还有个什么呢 它还有一个四G法则 就像我们正华这天是 刚才跟大家做交流的 对不对 那它是三一波 那回踩 这又是什么 这个波段的三一波 那这又是这个波段的三一波 那三个三一是被强 我们又预判它们 它是过风保顶的趋势 所以说这天呢 大盘大跌 那它却嘛 逆时长停 别看大盘大跌 但是它呢 它却逆时长停 今天为什么 亮波强 对吧 那波浮呢 它除了啊 三一二一法则 它有嘛 它有个四G 就四格定律 你什么定律呢 人线为王 那在分史当中 大家要知道啊 分史当中 人线为王 四G为黄 四G为黄 那我们咋看见 那波浮的四G 它规律标准呢 是人线与天线相聚 四个格左右 对吧 天线和人线相聚 四个格左右 那它标有一个回归 那人线与掌停 那这个人线呢 与掌停板 这地方啊 掌停板相聚四个格 它容易掌停 那黄线和白线之间呢 黄线和白线 如果它相聚四个格 它也比较回落 所以说 我们要学四G 战术原理与标准是什么呢 是指数远离人线 三到五个G 我们要等它回归 那个股呢 这是指数 那个股是什么 个股它是啊 远离人线的时候 四到八个G 就是恐龙波 对不对 这是什么 它就说大家一定要等回归 定回归 那价格呢 远离掌停 在价格线 远离掌停呢 它啊 有四到六个G的时候 大家也要等回归 要等回归 它只有在四个格之内 四个格之内 它就能牢牢的抓住啊 抓住掌停板 好吧 并且这个地方大家来看哈 那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来看哈 你看 在这波啊 原封 那它是原封 原封才到哪个地方 那 分是人线为王 是吧 灰彩人线如果是个 是个圆角 那它必然要上 是吧 还在这个地方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看 人线和天线是不离不弃 那它有平稳 平稳的运行 那突然的这个地方大家看 突然的拉起来 这个地方 是远离了人线 超过吗 超过四个格 一二三 上 从这来说 一二三四 是超过四个 超过四个就要回来 是超过四个就要回来 在F点这个地方大家看 也同样如此F点 那原封人线也是四个格 突然拉起 这是恐龙波 是恐龙波 这个地方 拉起四个是它要回归 来到我们 在这个地方 打个鱿鱼波 鱿鱼波之后呢 才开始 涨停了 是不是 这是大家懂 突然拉起来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尖角方 我们大家要第一时间要高跑 等到灰彩 灰彩嘛 滴滴抬高的情况下 滴滴抬高的情况下 那看力和量 一会跟大家讲 力和量配合 那它才能拉起来 是不是 因为什么 超过四个格 我们大家叫什么 叫高跑 它便要回归呢 那因为按照量学设置的 十一个格 看盘标准 那每一个格相当于一个点 如果上下波呢 它波动四个格的话 那就相当于它达到了四个点 那这四个点呢 是非常接近日涨幅限定标准十个点的二一位 对吧 所以说量学呢 它是以4G 对标准来衡量和规范我们的分时操作 它是相当科学而严谨的 那一般常态下呢 一只股票一整天也难有四个点的涨幅 那现在它到三到五分钟 它就什么 它就 它的涨跌幅去打到了 或超过了四个点 这显然是超标啊 那超标是就是异动 那除非什么 除非它是天线啊 远离人线啊 它和人线 它什么 低于四个格 或价格的线 它离这个涨厅板四个格之内 除非它是 一下子就抓到了涨厅 到涨厅 那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它远离了什么 远离了人线 远离了天线啊 它远离什么 远离了这个掌厅板 那它必然嘛 它只要是超过了四个G 它必然必然要回归 我们还要结合日向 看在日向这个地方 是重要量线支撑 是不是它是一个左支右撑呢 它才能打起来 对吧 那根据上述规律 我们研判波幅的基本规律是什么 人线与天线相距四个格左右的时候呢 那被位移 人线与掌厅相距四个格左右呢 它为好 对吧 那白线与黄线相距四个格为移 根据呢 上学这些原则 那四G战法呢 它就应运而生 当指数远离人线三到五个G的时候 那应该出货 或者等它出归 回归 那我们就要结合呢 结合看看人线天线 是不是啊 它是什么 人线 因为分时啊 分时的说 人线没亡吗 只要这人线跟上了 又在什么 看日向 在日向当中如果有重要量线支撑的情况下 那虽然什么 虽然它远离了这个人线三到五个G 这时候我们大家看 它灰彩的时候 它灰彩上三一 还是二一位 我们大家再看是 出货还是不出货 那这时候我们要分批 是每次世界跟大家讲分批分批T零 为什么让大家分批分批T零呢 那就是在日向当中 它有重要量线支撑 对不对 而且我们要看 它灰彩是上三一波 还是二一波 那我们不卖在最高点 我们卖在四高点 就是这个 为什么叫分批T零 对吧 当个股远离人线四到八个G的时候 我们应该呀 出货或者会贵 对吧 当价格远离涨停板四到六个G的时候 那我们大家应该出货或者等它回归 大家要把这个背下来 这是标准 这是标准 三到五个G 四到八个G 四到六个G 对吧 那以上它是基本的原则 基本的原则 那主要还是对付什么 常态 常态下的波浦走势 那四G战法的用途非常广 也是刚才跟大家讲的恐龙 和四G战法的扩展 那到后面要跟大家讲这个T零 T零就是日向没亡 对不对 第五个波段的特点及其规律 所以波段呢 就是两个相邻地点之间的一个段落 波段它有主波段和次波段 是也要抓大方小 对不对 那当前的主波段来确认 当前的波段的性质 大家来看一下 什么叫波段呢 就是两个地点 对吧 两个地点 这个地点和这个地点连起来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这一个波段 是不是 这个波段 两个相邻地点之间的一个连线 这一波和这一波叫波段 是不是 那它波段什么 那底抬高呢 它必然就要上 是的 就要上 那在上面一个样 它说高点不高 这个波段 那高点不高 那必然就下调 是 就必然下调 那这个波段和这个波段一连上 高点高点抬高 不做刹车做换挡 那必然就要上 上来 是不是 那波段连线呢 它是什么呢 那底抬高 它后视就要看着 对吧 那它的底抬 那波段底线和底线 它连起来 再向下 那它后视就往下看 那如果连续三个波段向上 三个波段 就是刚才跟大家做交流的 这一个波段 那两个波段 那三个波段 连续 向上 那必然会有中大洋 即到掌听拔 是吧 那如果连续三个波段 那一个波段 那两个波段 那三个波段 朝下 它必然会有大异 它就是什么 这是正反两面 正反两面 对不对 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跟大家做交流的 301018 你看 它是什么的 滴滴太高 不做刹车做换的 滴滴太高 它就往上走 是吧 你看 在这个地方 它又是个顶底呼唤 打起来的 在这又是个滴滴太高 在这又是什么 又是一个拼底不破 对吧 在这又是滴滴太高 是吧 又是个左直有成碰 又打起来 一直到目的到上 对吧 同样如此 两个地点一连接起来 滴滴太高 它必然要往上走 是吧 第六个 我们波距 那波距的特点和规律 什么呢 波距我们主要看的是什么 主要是在 看的是大盘 看大盘 它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黑白两线 或者是天人两线 它之间的距离 黑白两线之间的距离 为波距 它有什么 它有和谐分歧 背离 较查 那老师跟我们讲 我们黑白两线 像夫妻一样 那夫妻吵架 和祸害全家 只要是黑白两线 发生分离的时候 那它坚具加大的时候 它就会 下来 就会下跌 你看是不是 它只要一分离 它就要下跌 这是什么 这就是波距 大家要知道波距 波 量波和量波 黑白线 两线之间的距离 或天线和人线 之间的距离 那它如果在上方呢 在上方它分歧 它要向下 对吧 那在下方呢 它分歧在这 在这分歧 那它就要向上 是不是它要向上 大家要明白一下 但是如果呢 它是什么呢 如果是夫妻两个人 和谐的发展 一起呢 一起往上 你看它就和谐往上走 只要是不和谐了 两个距离一样 一发生分离了 那它什么 一发生分歧 它变 夫妻吵架 我还全家 对不对 只要是他们呢 不离不弃 他呢 方向就会往上发展 不离不弃 对不对 要看他们是否和谐 是否和谐 好吧 第六个 第七个是波能 那波能的特点和规律呢 那所谓波能 即量波的动能 就是量波背后的能量 这个能量指的什么 指的力量 特指什么 量波与其对应量柱的量价 能量关系 那波能它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增量波与缩量波两种 增量波 增量波 大家看 它是什么呢 那力量上 上涨 它是增量波 那你看这个量 是不是 增量 是增量波 对吧 它下跌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缩量 只要下跌缩量 是说明吗 三线规律没人卖呀 没人卖它只有 只有涨 对吧 那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 你看它增量 那就是什么 就是提量 就像提量一样 提量是被动吸筹 在这样必须来 还要继续防量 那不是继续防量 是它要下来 对不对 那A点什么 它是急升尖角波 急升尖角波 那对应的量柱呢 它确实增量了 对吧 增量是必须还继续增量 那一不增量的情况下 就像提量一个一样 它什么呢 被动吸筹 一旦遇到什么 遇到压力所变 要往下发展 同样如此 是同样如此 那大家看 C C 它是一个尖角 是吧 3到5分钟 是超过了1.5个G 是吧 它就是尖角 那它对应这个亮柱 大家看 对应的亮柱 它什么 对应的亮柱 它是 缩量 C 是 增量 增量 在这个地方 是亮柱 是微增的 微增量 那跌倒什么 离了这个天线和人线之间距离 它什么 超过了1.5个G 这是尖角 尖角 那尖角就要什么 下面 大家来看哈 它有个增量 有量 是不是 达到这个地方 那有量打下来 在这儿它是有量 那达到这儿是没量了 是没有人抛压了 它是没量了 那它只有吗 它就在上 这是只有在上 同样如此啊 那人们的思维什么呢 量能越大越好 但是量学的三线规律 告诉我们呢 卖再买些 那量能越大呢 说明吗 抛压 卖盘越大 一旦买盘跟不上 那量波 量波必然 它有 想下 对吧 那波能的基本规律 什么呢 下跌无量 那下跌的时候呢 没有量 下跌的时候呢 下跌的时候没有量 没有量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人卖了 竹笛采取休克疗法 没有卖了 它就在一点点量 碰 它就拉起来了 对不对 那上去呢 在上面呢 就是说它涨 那没有量在跟 它便便要下拉 是吧 就像什么呢 大家看啊 这个啊 ABCD 大家看 那最低点 在这下跌无量 是下跌无量 没人卖 它就往上走 在这也是下跌无量 是不是 它便往上走 那它是什么 又是个底底抬高 那底底抬高 方向是向上的 必然 要往上往上拉 对吧 那创业版也是 大家看啊 你看 这是什么呢 这是 力柱 力柱是绿的是吧 那亮柱呢 亮柱是红的 那 力绿亮红 必然上攻 那在这呢 大家看 这个力量 是个红的 那下面呢 下边这个量 是绿的 是吧 上面是红 力红 啊 量绿 必然下去 是我们要看 力和量 它是要 它是要平衡的 力和量 它是对等的 它要什么呢 它要是平衡 如果一旦它 该正常平等 平衡 它不平衡反常呢 那力和量 它是不等 又一个红一个绿 不等啊 它又产生 产生变异 产生错位 产生错位 那我们以谁为主 那多空 啊 空方 力主为多 啊 那亮柱 它就为亮柱符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大家饶嘴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力量力量 对吧 你有力没有量 你必然要下来 所以我们看的什么 亮柱亮柱 我们主要看是亮 主要是亮是红的 是不是 那上面是绿的 那下面是红的 它必然要上攻 但是如果下面是绿的嘛 那它必然呢 不管上面是红的 还是绿的 它必然要下来 所以我们大家要记住一点什么呢 就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 最强的就是 绿也红 是亮也红 它一定要上去 对吧 那如果上面是绿的 下面是红的 你要看看 它是不是持续的放量 持续放量才能支持你持续的上涨 对不对 那这个同样是 那上面是绿的 下面是红的 那必然啊 必然 它必然要下来啊 上面绿的 而下面红的 必然要上攻 因为下面是红的嘛 对不对 只要是下面是红的 它必然要上攻 下面是绿 它就下来 好不好 因为什么 因为亮变才能引起质变 所以说亮珠是亮波的灵魂 亮珠 亮珠是亮波的灵魂 那亮呢 也是力的 推动力 是吧 你只有亮 有力量啊 是反正出劲了 你才能上去 光有力 没有亮是不行的 是吧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哈 今天我们来复习一下 那首先我们来给大家讲了 归纳假哈 我们大家今天来归纳一下 那什么是亮波呢 那亮波呢 它是指的价格限 在分时当中的形态啊 因为这些形态忽高忽低 或斗或平 如波如浪 所以我们大家称为亮波 大家首先要知道什么亮波 那亮波又分为两个形态 第一个它是外在的一个形态 我们大家看到的 视觉看到的 第二我们要知道 它的内在含义是什么 内在含义 那通过它的内在含义 跟大家讲的 内在含义 大家要知道它是上还是下 它是强还是弱 对吧 那亮波它有三大功能 那三大功能呢 是亮珠选鼓 亮线选架 亮波抓实的 三维互动的一个子系统 这个子系统 它又包括三个方面 那这亮波三方面 它哪三方面呢 第一个它是股市心电图 第二它是主力探测仪 第三是股票的解剖刀 心电图 我们通过什么 通过亮波 我们就知道这个 这个人 他心跳的如何 到底是什么样的装 对吧 并且我们通过 它的亮波波动 我们来探测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装 最后打开这亮波之后呢 我们知道 盘前预报 或盘中预报 或者是盘后预报 是不是 通过解剖刀 就知道 结合位置 亮珠亮线 和亮波 结合三维一体 到底看它有个后进 是不是 这个什么呢 这个我们知道 亮波的七大元素 七大元素 那是波形 波形有分什么 尖角波和圆角波 这两种 抓重点找关键 那波向呢 波向它向上的 它就叫什么 推升波 一波波向推它要涨 那波朝下呢 就压一波 一波波压抑它向下 对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横盘呢 横盘叫什么 叫扑斧波 横盘的 对吧 那第三个波式呢 波式它有什么特点和规律呢 那波式我们要找到 在这个波 它有主趋势和次趋势 我们找到它的七点和它的中点 在这个波当中 这个方向 怎么来区分呢 要找它的中点和它的七点 是一个连续的运行的一个趋势 我们抓大方向 有主趋势和次趋势 对吧 第四个是波幅 那波幅特点是什么呢 波幅特点它其中呢有两个战法 讲了两个战法 第一个战法 三一波 三一和二一波幅 对吧 在这个四G战法 三一灰彩这个波的上三一位强 那二一位位 是吧 那三一加三一加三一位最强 对吧 那三一加二一加三一还比较强 那三一加二一二一二一就弱了 对不对 并且四G战法是天线和人线 对不对 黑线 黑白两线 它们之间的格 苏格 那超过四个格 超过六个格 那时间呢 也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明白 对吧 它就是什么呢 它叫回归 那第五个呢是波段 那波段它什么特点和规律呢 那它什么呢 是相近两个波之间的段落 那如果是低地抬高呢 那它就要往上走 我们要做法 不做杀车做换党 对吧 它要看两个波 之间的一个波段 是朝上的还是朝下的 结合吗 结合这个波式 结合这个波式 对不对 结合什么 结合这个波幅 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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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彩看这个波段 上三叶还是下三叶 对不对 那我们来判断呢 判断这个量波 量波 它也要抓 主波段和侧波段 再一个是波矩 波矩和波能 值得什么 值得我们在看大爬 它值得什么 值得黑白两线或天人 两线之间的距离 之间的距离 超过是 你再用四指战法 来衡量它的标准 波能呢就是说 它是量珠的量价能量关系 那波能的重点是什么 是增量波与缩量波 这波能 它有力量 就是上率 力量 你没有 上率 那如果下面有量 那你也会往上走 但是上面 如果上面 力也是红的 下面量也是红的 那它必然一定会上去 那这时候 你不断的增量 不断的增量 它必然要往上攻 对吧 那如果下打的时候呢 打的时候它没有量缩量 那就是主力采取修可疗法 它必然还要上攻 是不是 那量波看盘的一个核心呢 它就是从微小的形态当中 通过行 看懂它 看懂它未来的普遍意义 也就是看懂量波后面它的主力 看懂主力的实力和意图 那我们就会这样来选择强壮 实实的跟进 那我们极建强者的队伍 跟大家讲的最强的是什么 最强的是飘龙 位置决定性质 对不对 什么位置决定性质 那我们大家说布置些作业 在前期跟大家布置作业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布置作业呢 特别是什么呢 振华刚才跟大家讲的过风的地方 跟大家布置作业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嗯 还有 600938 它一金种灰彩 这个高粱式点平衡 在盘中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多交流 是不是 600938 大家看 你看就这一天 是吧 就这一天 那它一个灰彩 大家看是跳空羊 是跳空羊 它什么 一定要 一定要站稳人线之上 那它一个 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是尖角 三五分钟 是打出一个 1.5个J来了 是尖角 那尖角它的运行方向是什么呢 那它运行方向 它是 胜利 是不是 必然上空 那在灰彩这个波段 这个波段是滴滴抬高 滴滴抬高 它是必然要上 不光滴滴抬高 而且它又是个左肢有成 大家看左肢有成 拉伸一波灰彩 是 是一个稳妆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就跟大家做交流 那它有什么 在一天呢 围绕着人线 上下起伏来跳动 跳动 那在于的这个地方 圆角 在这圆角 是圆角市场合理呀 那在这有一个 建家园市场合理 市场合理 市场合理 又来个平地不破 蔡文人线 是涨停了 大盘古涨停了 波光涨停 而且呢 涨不停 来一个涨停 又来一个涨停 那一时呢 从哪儿 从这个13块钱就涨到20 是不是 就通过什么呢 就通过这个量波 对不对 其大元素来 位置决定性质 是位置决定性质 在重要的位置 临界点的地方 亮珠悬骨 能量线悬架 那亮波是 灵门一角 灵门一角 结合亮波 看亮波 墙是我们跟进的 还有什么呢 嗯 大家来看一下 那我们布置作业 688150 对不对 在哪 就在这一天 是不是 688150 它是什么呢 它是被量单枪 同左风 是过了这个 大英式礼平一些 又过这些凹风 对不对 那前期它是假跌下来 那缩百地缩百地 夹跌下来 又过了这个 过了这个 啊 复合线 并且呢 刹车换挡 它能够加油 是我们大家去看第二天 亮波 是灵门一角 688150 大家看 就在这 对吧 那灵门一角 啊 在哪里灵门一角 你看 这一天亮波 漂不漂亮 跳空羊 是正三围 那坐拐上 是在人线之上 那滴滴太高 是滴滴太高 在人线之上 它是一个 尖家园 这尖家园 好干活啊 尖家园 好赚钱 是好赚钱 并且 采用了人线之上 有了一个 尖家园 是尖家园 那灰彩这一波 是这一波的 大家看 这一波的上三一 对吧 那灰彩这一波 又是这一波的上三一 是不是 并且 总是什么 圆角拐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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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个圆角拐上去 市场呢 你看 尖家园 这是主力 故意打下来之后 一个向下的一个 胜利的一个 对不对 一个V 一个V 然后这样就一个什么呢 这样就一个圆 是一个圆 这样就一个V 一个V V字 这一个圆 圆角拐下来 这同样是如此 稍微打下一点 这就是个圆 这大是三到五个 三到五分钟 是没有一点五个 那这就是个圆 这是个小圆 这是个大圆 是不是 这大同样如此 这是个圆 所以说我们什么 在那么 在这个亮波当中 啊 在亮柱悬谷 是啊 亮柱 它是什么 它是个B量 B量是主力实力雄心的温度计 那它是个单枪 测试前方筹码 对不对 亮柱悬谷 那亮线呢 悬架 那亮线它是在什么地方 过了这个放量音 一时点 过这个欧峰 只要是在这时上 那我们大家是就可以开枪 怎么开枪 是结合亮波 结合亮波 这是亮柱悬谷 亮线悬架 亮波 抓买卖的时机 是亮波抓买卖的时机 是亮波抓买卖的时机 包括什么呢 包括跟大家讲的正话 刚才 是跟大家讲的正话 刚才我们 是不是 是亮波跟着它三大系统 它有什么小刀亮波 小刀亮波 是吧 又跟大家讲了 这是什么呢 它除了是一个是波形 它分为圆角和尖角 第二是波像 它分为什么 推身和压抑 还有扑斧 那三呢 它什么分为主身和次身 我们找到终点和气点和终点 是吧 那波斧 我们用回了三以法则和四字战法 那波段呢 我们就知道 两个巷领之间的波段是低地抬高 那它就会向上 是不是 那波距呢 就指的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看的行情大爬 是白线和人线 它之间距离 距离上超过了四个J 那它便于一个回归 是吧 那波能呢 刚才也跟大家讲 波能它是在分尺当中 分尺当中 不断的增量 不断增量 如果向上的情况下 打出尖角波的话 或者恐龙波的情况下 那我们大家要第一时间搞破 而不是根 但是它打的时候 越跌越没量 缩量波 说明吗 逐利采取休克疗法 那必然 医生 那必然它要 医生必生养 是不是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核心 七大元素 八大要素 那合成为178 也是什么 也是我们大家 我们178 48的一个鞋印 一个鞋印 是什么 是178 是18 18 18是一旦看懂量波 看盘超过 就像玩游戏一样 轻松有趣 48就48 那里门一角 让我们进入这个 轻松有趣的世界 那通过今天晚上 跟大家交流 跟大家交流的 量波的七大元素 七大机缘 大家也看到了 在试盘当中 每次我们在盘中 跟大家做交流 那每天都能抓到掌听把 对不对 只要大家 学懂了量波 利用好量波 这个七大机缘 形象是负 断 断巨能 这个七大机缘 只要我们大家融会贯通 交叉起来使用 我们要交叉证 融通 起来使用 那我们大家呢 都能在这个市场当中 腾飞起来 都能临门一角 抓住我们的快乐 掌听把 对不对 那感谢王泽老师